作為機會中心 進出論壹國修已經是有十多年的時間 原本是要跟客人搶電腦 希望能夠優勤受傷的鼓勵 現在也對著這高靈化的時代 開始進出去錄影中心 要跟老大人搶電腦 也真正比賽 看大家確實的勝負 中心也表示很多時代回到 跟孫子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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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情也越來越好 開始比賽囉 看著這年齡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大人 是很專心來用平板 希望能夠優勢好是不是 是看得真心思 還有八十歲以上的老阿嬤 也來參加比賽 他們快樂的表情 真的可以感受到 讓電腦帶給他們的快樂 六十六 我們在那裡有電腦有什麼 算了我不知道該看 我都在這裡 很好 很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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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一次比賽 我們平常就叫 樂齡這一塊 他們有在比平板的 然後今天剛好就是做一個競賽 看他們平常練習的成果怎麼樣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召集他們一些平常有練習的人過來這邊做一些競賽活動 這原本要來跟小朋友說是你的所謂機會中心 在高年華年代也開始進做樂齡 來福島市長 沒想到效果不錯 這個光是倫貝地區的老人 65歲以上的達到2000多位 而這個資訊能力呢 是他們現在很全球的一塊 所以我們倫貝數位機會中心呢 這幾年 跟老人會的合作 把這個數位機會中心的這些資訊的一些素養 希望能夠帶給我們社區的老人 引發主 然後進而能夠改變他們的生活 這場的比賽可以看到孫子伯 也不會到阿公阿嬤來沉悟 如北方老人會理事長葉樹林表示 大家通過學生電腦 時刻家的感情越來越好囉 有這個課程 它可以縮短跟它加孫子的體力 如果他們在這裡有的 他們可以用LINE 可以用FB 可以跟他的親友拉斷寄屏 這場的平板比賽 不像是大都可以算出很好的心意 所以有機會 良心也希望透過合事提供 邀請更多人做回來學電腦 記者真心藏不到